我們進入第37課 37課是講影響反應速度的因素 這一課書我們會用一個比較微觀的角度去考慮影響反應速度的因素 一個微觀的角度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會用一個粒子碰撞的理論 Collision Theory Collision Theory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一個反應發生 它就必須要有一個粒子之間的有效碰撞 Effective Collision才可以有一個反應發生的 什麼為之有效碰撞呢? 有效碰撞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它要有Proper Orientation 那些粒子要向著一個適當的方向 例如我這個是一個粒子來的 如果我向著這個方向和這個方向一撞 它可以發生反應 但是那個粒子是這樣和這樣 這樣一撞就沒有反應了 那就叫做Proper Orientation 就是一個方向 才可以產生一個新的bonding 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就是它一定要有足夠的能量 怎樣為之足夠的能量呢? 就是它的動能 就是因為粒子震動的時候有動能 Kinetic Energy 它的動能必須要Equal to 或者大於一個叫Activation Energy的東西 Activation Energy就是活化能 我們等一下再說什麼叫活化能 我們先看看下面這幾個圖 什麼叫做Improper Orientation 可以看到這裡 兩個b兩個a雙撞 但因為他們兩個b兩個a 不是正對著對方拍著 所以兩顆東西即使撞到也好 兩顆東西之後就會彈開 向相反方向彈開 這個就叫做Improper Orientation 可以嗎? 就是這樣 到第二個例子 就是它不夠能量 好了 這次呢 這次呢 兩個AA和BB 它是正對著對方 這樣去碰撞 正對著對方碰撞 理論上 A和B就會黏在一起 這個A和B就黏在一起 變成兩個AB 但因為它撞得不夠能量 所以它不足以有足夠能量 讓它們可以重新放過bonding 這個情況呢 都是沒有反應發生的 如果呢 它又有足夠的Kinetic Energy 又有Proper的Orientation 就會像這個下面的Focal 它正對著對方一撞 它重新變成了 就會有兩顆AB出現 這個情況就是有反應發生 所以這兩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要有Effective Coalification 必定要有的條件 好了剛剛講到 有一件事叫活化能 就是那些粒子要夠能量 那這樣才能夠能量 高於活化能 那什麼叫活化能呢 其實呢 你們如果學Energetic 那個能學那裡 學得好呢 就不是很難理解的 我們之前已經學過 一個反應 譬如我們這裡的例子 是兩個氫氣加一個氧氣 變成兩個水 我們這個反應學過 如果要這個反應發生 首先我們要知道就是拆爛它 兩個氫氣和一個氧氣的bonding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bond breaking的過程 那又重新形成四個OH bond 那這個就是bond forming的過程 那就是消化能量 雖然我們知道這個反應是放熱 但是你要知道 你放它在空氣裡面 它兩種氣體是不會突然發生反應的 你一定要給它一點助力 它才可以發生到這個反應的 所以你需要額外給這個reactor 令到它可以啟動這個反應的那個能量 就叫做activation energy 那我們的符號給它是EA 然後就說activation energy的定義 它有時候考試都可能會這樣問你 這裡寫了 The amount of kinetic energy require for bond breaking to initiate the reaction 就是叫做activation energy 就是剛剛所說的 要需要給的動能去打爛些bonding 從而initiate的反應 那關鍵的字眼就是那個bond breaking 以及initiate的反應 大家留意一下 說了這麼久 有effective collision 有activation energy 究竟反應速度是跟什麼有關係呢? 就是這裡 反應速度我們會這樣說 就是跟正比於 number of effective collision per unit time 每單位時間裡面 可以發生到的有效碰撞的數目 就是跟racing正比 很容易理解 短一點時間產生多些collision 是有效的 那就是代表多些東西可以反應 所以這句說話 就是經常如果在考試裡面 它要你用collision theory 去解釋一個反應速度 你經常都要寫這句說話 而且很多時候同學都很懶 不肯寫number of effective collision per unit time 就經常都留在unit time這個字眼 所以大家要留意這個定義的地方 說完collision theory 我們就進入直路了 我們這一課說 教幾個不同影響反應速度的因素 那有什麼因素呢? 我們就由結論講起 這一課書裡面 我們會教這四個因素 分別是濃度、溫度、surface area 和catalyst 我們會逐個用一個實驗的例子 去解釋這件事 還有再用collision theory 去包這件事 所以我們就由第一個講起 就是它的濃度 濃度 濃度怎樣影響到反應速度呢? 很簡單的結論講起就是 濃度越高速度越高 當然結論就這樣很簡單 難道教完嗎? 我們就找一些實驗的例子 和再配合線桃龍去解釋 我們先看看這個反應 一個大家熟悉的反應 Madnesium加進去HCL裡面 當然就是產生了sort加氫氣 但我們這裏 ABCDE分別是代表五個reaction condition 底下 發生這個反應會出現的結果 我們大約把它分成兩組 ABCDE分成一組 ABCDE分成一組 CDE分成一組 因為這裏已經 講了給你聽 我不管我AX用什麼 我那個Madnesium 都是用的 所以很簡單 因為Madnesium是 XCL 那就產生0.5mol的氫氣 因為2對1 所以我們在這裏看看 這裏因為我們 在我設置這個筆記的時候 我刻意把C變成2mol 1mol的XCL D就是1mol 2mol的XCL E是0.5mol 4mol的XCL 所以對於CDE來說 他們的Number of XCL 都是2mol In other words 我們 產生到的氫氣 都是應該有1mol 的氫氣 是能夠產生的 行不行 OK 1mol的氫氣是多少 其實就等於24個DMQ 24個DMQ 這個數字怎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在我們第38課裡面會說 不過不要緊 大家先知道這個數字 既然我們從這個簡單的analysis 我們都會知道 CDE三幅圖都應該產生相同的Hydrogen gas 所以這幅圖裡面三條線吹向同一個位置 很正常的一件事 但你見到CDE三幅圖是很明顯有不同的 不同的點是什麼呢 就是C的Initial Rage是最快的 E的Initial Rage是最慢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這件事 C的濃度是最高 雖然它最終產生的氫氣的Volume是一樣 但因為C的濃度是最高 所以C的Rage是會最快的 所以C的一開始就最快 當然之後就慢慢減速 那為什麼會慢慢減速呢 因為濃度開始降低 在react的時候 那又到最後 所有的HCL都用完了 那就不會再產生Hydrogen gas 所以就得出CDE這三個線圖的關係 它們在不同的時間點完成了它的反應 所以這裡就說了 Hydrogen ion concentration Initial Rage就會快一點 那就用短一點時間去完成反應 所以這幅圖也會斜一點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OK? 所以CDE我們就是這樣去理解 那DE又怎樣去理解呢 就是DE這兩幅圖和CDE最大的不同 就是DE這兩幅圖 它產生的氫氣的份量 是CDE的兩倍 那如果你明白我剛剛所說的道理 就不是很難的 因為為什麼呢? Number of mode of H 就是HCL的Number of mode 在A和B都是等於4個mode 因為Number of mode等於MV 那麼M是4 V是1 那麼4乘1就等於4 如果B的setup來說 N等於MV 所以Molarity是2 Volume是兩個DM Total number of mode 都會等於4mode 所以對於A和B來說 理論上產生到的氫氣 應該是比CDE是兩倍的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知道 可以產生到的 是有兩個mode的氫氣 而兩個mode的氫氣 也就是等於48個DM OK? 這個就解釋了 為什麼這幅圖 在這個上面 是高於CDE那麼多 OK? 所以A和B都會去到48 但是大家留意一件事 就是A和B的不同 就是A的濃度比較高 有4個molar 所以A的濃度 就是一開始的圖 就是升得比較快 那個sloop應該比較快 而B的sloop 就是沒有那麼快 所以對比起A和B 那個sloop應該是有不同的 OK? 但是你接著就留意到一個位置 是我刻意做過這件事的 就是我們這裡因為是比較B和C 兩幅圖一開始是完全一樣的 他上來的時候 為什麼B和C會一開始完全一樣呢? 你一看你就明白了 因為B和C兩個用的exit的濃度 兩個用的exit的濃度是一模一樣的 如果它們的濃度是一模一樣的 理論上它反應的速度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一開始看到B和C的圖 是完全重疊的 為什麼會去到後面又升上來呢? 因為很簡單 我剛剛所說 你A和B產生的氫氣的分量 應該是C的兩倍 所以B就會繼續產生氫氣 而C就不會繼續產生氫氣 所以就會達至這兩幅線圖的不同 我剛剛所說的 不再重複了 B和C有相同的濃度 所以initial race是一樣的 最後就比較A和C 比較A和C就有點tricky 不過純粹是等你了解 因為A和C的數量是有不同的 所以它產生氫氣的分量是有不同的 但是因為它們的濃度 是不同的 所以它們的initial race都會是不同的 所以就導致它們既有不同的氫氣產生 亦都有不同的initial race 就是這裡所說的 A和C有不同的氫氣產生 它們都有不同的initial race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部分很容易理解了 這個部分 我們用完這個實驗和這麼多圖去做例子 我們就回到collision theory 我們這個理論的結果 怎樣用collision theory去解釋 其實就很容易解釋 因為我們當上升濃度或者pressure 你就會發覺它由左手邊的粒子的密度 變成右手邊的粒子密度 即是 會增加了單位空間裡面的 number of particles 所以那些粒子就會比較積極 有大些機會發生碰撞 所以 number of effective collision per unit type就會增加了 所以race就上升了 那你如果考試的時候 它叫你用collision theory去解釋 就是為什麼會 那個濃度上升 那個反應速度上升 其實你就基本上 就搭這一堆東西下去 就可以了 因為濃度高了 所以粒子就排列得密了 有大些機會發生碰撞 所以number of effective collision per unit type就增加 所以reaction rate就增加了 那這個呢 就是 那些同學以前 我都叫他們直接背了這句 直接寫下去 這樣就沒問題了 因為你考試 他都是給 他都是 如果他問得你 基本上 他都八九不離十 是回答這些東西下去了 那我們這條片 已經講了都比較多 我們就來個簡單的總結 就停在這裡 我們這裡就講了 什麼叫做 collision theory 是用來幫我們去解釋 什麼因素影響race of reaction collision theory 那就是粒子的碰撞 如果它是effective 它就要有 這個 proper的orientation 足夠的能量 足夠的能量 要高於activation energy OK 然後呢 什麼反應速度呢 就是跟number of effective collision per unit time 有關係的 那我們就用了一個 濃度的例子 去demonstrate 這件事 那線圖的部分 你們要懂得比較線圖 還有呢 要懂得 用文字 去表達出collision theory 的意思 OK 那這條片就到這裡 到這裡 先